他们本是一对夫妻 因为男人太爱女人而达成协议 只要女人不抛弃家庭 她可以结交任何朋友而自己不会干涉 他们一起来参加朋友的派对 女人却发现自己亲密的朋友不见了 当人们把她抬上岸时 不慎又狠狠地碰了她的头 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 她依然没了呼吸 警察做了询问 但女人却当众说男人杀了查尔斯 邻居们还原了事情的经过 回程女人一边痛哭一边捶打着男人 而男人却默不作声 回家后男人问你 如果认为是我杀了她的话 你不怕我吗 但女人却坚定地摇了摇头 独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 回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不停反抗的查尔斯和最终 他安静地飘在水中的画面 这时她发现一辆车一直跟踪她 作家的妻子来找她说为自己丈夫道歉 她不该在别人面前说查尔斯的死是男人造成的 男人表示不介意没有发生的事 并邀请他们夫妻俩来做客 他们准时晚上到了男人家 男人表示希望作家不要再到处传言自己杀了查尔斯 这样有损她的名誉 但作家却坚定谁会那么容易死呢 作家表示你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测试吗 男人说可以没问题 男人在街上又发现了跟踪自己的那辆车 并且看到了后座上还有照相机 他进了车旁边的饭馆 却看到妻子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共进午餐 男人调侃他们一顿之后信息离开 没几天男人就来找作家 他指出作家找了私人侦探调查自己 并拿出一份妻子的账单 说作家和自己妻子分摊了私人侦探的费用 这一切让作家妻子很是生气 可他还没有回家 却又发现女人和一个帅哥举止亲密 男人远远地看着他们怒火中烧 晚上男人陪女儿洗澡时 乖巧的女儿问父亲是你杀死他的吗 男人解释如果真自己杀的话 那自己一定会被警察抓走 女人邀请了新认识的托尼来做客 并当着男人的面 开始讲述他们在一起的香艳之事 并跟托尼说不用管男人 他不会介意这些 看着他们像一对真正的恋人 男人却表现得越发平静 吃过饭后 他看到托尼进了女人的卧室 当女人也察觉到他时 他转身离开 转天男人叫住了托尼说 女人让他们一起去一处地方 托尼毫无戒备地上了车 不知不觉开到了森林深处 当他感觉到情况不妙时 想给女人打电话 森林中却没有信号 男人停下车 托尼掀下来 男人捡起一块石头扔上了托尼 男人把托尼拖进盒中 又在他身上压了一块石头 他掏出了托尼的钱包后 把他沉入盒底 女人问起这几天 见到托尼没有 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男人否定说自己没有联系过托尼 女儿邀请父亲和他们一起去峡谷野餐 他们仿佛又回到从前 男人拿出了一本画册 这是他们一起生活的点滴 背后写着一生所爱 女人备受感动 这时男人听到了女儿的叫声 他跑去找女儿却发现托尼的尸体 从河底浮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 女人发现自己丝巾拉在野餐的地方 男人说自己明天再来娶 第二天一早男人就骑车赶去森林 女人在家却发现了托尼的钱包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他不禁流下了眼泪 正当男人在处理托尼的尸体时 突然听到作家在叫他 并问他在干嘛 男人解释自己在找妻子的围巾 可作家看到了一只手臂露出了水面 他马上意识到危险转身就跑 他打开车门 而此时男人也奋力追了上来 他骑着自行车疯狂的追赶 谁知熟悉地形的男人赶超了近路 作家拿起电话要报警 可电话却掉在车底 瞬间一切都安静下来 男人缓缓地骑着车下了山 像往常一样女人坐在楼梯等他 之后女人烧掉了托尼的钱包 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也不可想搞这个话 好像有不能是相当灯 Matt